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 也是一贯的 我们希望各方能够相向而行 继续在1267委员会的框架下 来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上周五 安理会成员就美国提出的 有关决业草案交换了意见 大多数成员都主张 应该在1267委员会的框架内 通过对话协商 来解决马苏德的列明问题 不赞成强行推动 有关决业草案的做法 中方近期大力地做各方工作 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 美方对此是清楚的 在此情况下 美方仍然坚持推动 安理会的决业草案 完全没有道理 美方此举 不符合安理会运行的规则 和惯例做法 开创了恶劣的先例 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更不离于南亚的和平稳定 中方必须予以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